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 粉黛婀娜,迁徙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 红墙金瓦,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 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紫禁城西北方向的北海靖青斋附近,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场景。 几十个人用红筹拽着一列小火车缓缓前行。 火车两旁还有许多挥着采齐的太监、工女随行护驾,浩浩荡荡。 火车不能开动,更不能鸣笛。 这是为什么呢? 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的北海皇家御园里, 一名太监面带着喜色,急匆匆跑去报告慈禧太后一个好消息。 原来,众臣李鸿章送给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运到了。 这件礼物, 未经许な点陆 journey, 中国人民密宗众难过我的福音 Mai的、 国民族旅选拡论上期有什么大众位now期贵地区的捉迹水、 那么夏lü少年书没有精度子那张她反 pursuing fear gehabt。 充胖太后3 需要ams几乱想充中国地人的嘞下中心 North格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三海 也就是北海 中海 南海的时候修建的 称为是戏院帖幕 它是1886年开工历史 历史两年的时间 全长大约是三华里 它的起点是中海的营秀园 终点是北海的敬青斋 也就是现在的敬新斋 有了这条皇家的铁路专线和小火车 慈禧太后几乎每天都乘着火车 往返于紫光阁与敬青斋之间 一路观赏的风景很是自在 可是让慈禧太后心中灵影感到不快的是 小火车虽然行驶起来又快又稳 可这一路上又是鸣敌 又是机车震动 破坏了皇家的风水可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慈禧太后便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让几十个人用红筹拉动火车行走 这样一来虽然速度是慢了点 但是总算消除了自己心中的顾虑 慈禧太后一方面玩照相 打电话 坐火车 一方面又称这些西洋玩意儿为奇迹银巧 还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事情 这些事情李鸿章都是知道的 可他为什么还要送慈禧小火车呢 提起火车 我们还得先来说说铁路 中国铁路的诞生和发展 远远落后于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 李鸿章送给慈禧小火车 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 十九世纪中叶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土地广袤 但是交通逆色 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1876年 英国与美国联合 擅自在上海修建了一条 长约十多公里的吴松铁路 清政府不允许外国势力的迁入 可是又得罪不起洋人 只得花了28万5千两白银 把这条铁路买下来 然后再把铁路拆掉 面对着外国势力的入侵 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 李鸿章十分清楚地认识到 中国铁路的发展势在必行 他曾经多次上奏朝廷 建议兴修铁路 在一本《仇役海防折》的奏折中 李鸿章详细阐述了 修建铁路的必要性 恳请慈禧太后支持铁路修建 可是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非常冷漠 一直无声无息地拖延着 李鸿章感到非常无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鸿章只好将新修铁路的大工程 先改为小工程 他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经过朝廷的允许 在河北唐山的煤矿上修建一条长约十来里的铁路 名为唐须�铁路 但是很快流言飞语传来 说唐须铁路的火车行驶过程中的震动 惊扰了黄陵 而且火车头喷出的黑烟会有害装建 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 运煤的火车头被铝马代替 一大群牲口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前行 有了这样一次的失败教训 大臣们谁也不愿再提新修铁路的事情 李鸿章当时所面临的是晚清时期 在资金上的匮乏 人力上的匮乏 和很多人面对新生事务时候的那个艰难的选择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头 这个风水一直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当时也顽固势力 他为什么反对修铁路呢 他担心这个铁路的修建 破坏风水 破坏了清朝的龙脉 所以李鸿章在修铁路上遇到的障碍 也反映了当时洋雾运动所面临的难题 直到1884年 中法战争爆发 在战争中 由于没有火车 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运输不够及时 几次导致了中国军队战败 于是借这个机会 大臣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 请求慈禧太后支持新修铁路 可是慈禧太后的思想顽固而守旧 十分抗拒新兴的科学技术 该怎样才能使慈禧太后转变态度 让她从内心支持新修铁路呢 为了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 李鸿章便与光绪皇帝商量 建议首先在西院中修建一条铁路 然后再送给慈禧太后一列小火车 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这个清朝的决策者 进行一次关于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 此事赢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所以李鸿章就特意从法国定制了一列 极为精美的小火车 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慈禧 慈禧太后坐着李鸿章送给她的这列小火车 在营秀园和靖清斋之间绕了一大圈 感觉到十分方便有趣 经过窃身体验 慈禧太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五个月后 朝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诏书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个诏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 它是当时的清朝政府改变治国理念的一个标志 正当李鸿章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煞费苦心的时候 慈禧太后却对皇宫外的风云变换不以为然 她的生活仍然过得悠闲自得 突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慈禧太后的美梦 1900年8月14日 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 城破的时候 慈禧太后连头发都没梳 匆忙之间换了一件平民穿的布衣和光绪皇帝一行人仓皇出逃 他再也顾不得自己的皇家御园和小火车了 1900年10月26日 慈禧一行人抵达陕西西安 他一面在西安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 一面催促李鸿章与洋人议和 直到1901年9月 历史上著名的不平仁条约 金筹条约正式签字后 各国军队相继从北京撤走 慈禧太后才决定从西安启程回京 1901年12月31日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人 一路上坐着马车从西安到达了河北宝丁 而这时的慈禧太后为了尽快回到京城 竟然完全不顾什么风水龙脉 她决定在从宝丁到北京马家铺的这一段路程上乘坐蒸汽火车 回到京城的慈禧太后 又响起了她的小火车 而这时 西院铁路已经遭到了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 慈禧太后望着北海皇家御园中的一片狼藉 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在此之后 慈禧太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她声称要乘坐火车去列祖列宗的临前请罪 为此 清朝政府在四个月内 突击修筑了一条由北京高碑店到河北义县的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直达清西陵 1903年春 慈禧太后乘坐着火车 沿着这条铁路去向列祖列宗请罪了